八年前上演黑馬傳奇的哥斯大利加 小組賽前兩戰 一口氣打敗烏拉圭和義大利 並在最後一場比賽逼合英格蘭 爆出當年死亡之組的最大冷門 這一次哥斯大利加 能不能再度複製貼上 八年前小組賽的結果呢 我們要來競爭 我們要來競爭 在最後一場比賽是個個分別的 是三個堅決賽 是三個堅決賽 但在球球上都可以在球場 他們已經想要對的好和不好 所以我們要競爭 我都覺得我們要競爭 創造加勒比海盗的哥斯大利加足球队 这次是第六度参加世界杯 尤其八年前的黑马成奇 让他们进入八强拿下队史的最好成绩 坚强的防守和司机反攻是这支球队的特色 不过进攻火力薄弱 则是球队需要克服的短板 所以我们要评论评论评论 我们必须要非常竞争 我们必须要认评论有其他资格 而不是在加拿大 如果我们必须要尋找这种方法 我们必须要尋评论 我们必须要尽力 我们必须要尽力 英雄门神纳瓦斯依旧是哥斯大利加的正队之宝 在他优异的把关之下 各自大利加14场资格赛只丢掉8球 即便如此 加拿大海盗能不能提升攻击火力 尽可能平衡攻防两端的落差 才能因应变幻莫测的比赛过程 TVBS新闻汤道顺综合报道